大家信奉訴美食團 好啦 美食團 我想說回現在在我們Facebook專頁有一張阿Ben很傻的樣子 大家快點去看 你看看看完之後是否吃得下 你什麼時候拍的這張照片 我真的不記得了 你為什麼扮英俊 對 扮嘴細 難得我可以扮你 就讓我扮一下 我沒什麼機會可以扮 但我覺得這張照片應該撿了兩個月 怎樣指啊 起碼撿它兩年 這張應該是藝人照片 因為下面有寫它的名字 我記得就是 我忘記了那一年 那一年的月曆 月曆照片 你也可以做月曆嗎 是啊 你不可以 看小看他 那邊他是小生 是Bang哥 大哥 叫做紅過下 沒有人認識 紅過下但是沒有人認識 我也看他開心大發現大 嘩 謝謝你 前前輩 哪方面大 眼袋 不是不是不是 你開心大發現是挺好的 做得 還有些記憶 在裡面我也學了很多東西 譬如怎樣煎一塊豬扒 炸一塊豬扒 外脆來軟等等 所以你現在這次都外脆來軟 是啊 外脆來軟 哈哈哈哈 要咬過才知道 多壞啊 讚完你 然後笑到嘴巴掉了 他想起也開心 是啊 我講起我的美食團 跟日本東西有關係 因為最近我去了一個 九龍灣 九龍灣 大型商場 商場裡面開了一間 裡面有六間拉麵店的一個店 那間是佐敦都有的 對 佐敦都有的 但是這個拉麵店的店 其實我比較鑰 因為 那麵是即場拉的嗎 他在裡面即場拉 但是他們煮不同口味 其中我就選了這個 北海道口味和九州拉麵 北海道有沒有牛油 你那碗菜 粟米 有粟米 北海道有粟米 對 北海道有粟米 九州的味道不同 其實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進去這間拉麵店 因為這期不知道為什麼 都說要吃拉麵 我喜歡那間 烏冬 其中一個日本朋友 去那間一蘭 他等了三個小時 他都吃不到 什麼一蘭 你要半夜凌晨4時才不用排 結果我就說帶他來這間 Mega Box裡面的一個拉麵店 去吃 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我叫了兩間和三間的拉麵店 我都是叫同一款的東西 就是叉燒拉麵 就是人家的標準 對 標準 就是豬骨湯底 去比較一下 究竟他們幾間不同的拉麵店 出來的味道 又或者用料 有些什麼 你一個人吃三碗 對 就是為了美食團 但是你一個人吃三碗 對 你也挺大吃 Kawaii也真的是大吃那一堆 不是啊 可以一個人吃完整個冷冰冰的咖喱飯 下次阿韓姐冷冰冰的包皮 可以給他吃 不要浪費 是環保 不是做廚院 說完拉麵有什麼好 我就發覺 這個九州拉麵 那些肉是比較薄的 覺得不太夠吃 去到波海道的叉燒 它們是比較厚切的 還有濃味一點 所以我覺得麵質也是很重要 還有湯的濃度也很重要 所以我特別喜歡吃北海道的叉燒拉麵 OK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不過都不便宜 多少 不便宜的 80元 真的不便宜的 89元一碗 80幾元一碗 但漂亮的拉麵真的差不多 不是去到120元 還未去到 但你還要加一呢 加一杯飲品 一罐可樂或者綠茶等等 都真的100元吃這一餐 但綜合來說你吃了這一餐 就證明了你大吃 好了 為何笑得那麼開心 因為今天很開心 我真的不懂得反應你 今天真的很開心 讓我踩你很開心 很可愛 大家都當沒聽過 回來大家珍風騷 繼續有我韓姐 還有潘小文 還有馬潤搶Bang Bird 很討厭的Bang Bird 還有卡華儀 是在這裡 好了 繼續我們的美食團 剛剛阿卡帶我們吃拉麵 我就是港仔 帶大家有吃地道東西 上個星期 潘小文 我們做完節目 潘小文 帶我去香港仔 是啊 我亂放下你 真的對你不住 不要緊 算了 我也習慣了 他載你到香港仔 就好了 他不是載你去柴灣 華人永遠 多謝 不用 我們附近也有個華人永遠 不用浪費他那麼多 有去到柴灣 香港仔上面也有 對 一會兒載我去那裡就行了 小文 我為何要載你去那裡 好了 上個星期小文載我去那裡 其實我那天開工 要去拍戲 但是小文雖然丟了我去武雷公那麼遠 我要走回若干的路程 才走回那個位置 那你說碼頭 不是 不要緊 雖然 我要走回一大段路 那天還要很熱 出太陽 天天不出太陽 那天就走來出太陽 太陽八八真的對我很好 連天都疼你 而且那條路沒有啞傘頭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簡直希望就是明天 我走到那裡 其實還早了很多 他原本約我兩點 那天我點半鐘就去到 然後我打給製片 他說我們今天都過了 我們自己都沒放飯 我說這樣啊 不如我去找吃先 結果在那裡繞 因為我不熟香港仔那邊 繞來繞去 又讓我看到熟食中心 那我就供了上去 因為可能星期日的緣故 又不是很多檔都開 只有幾檔開 然後我打算找那個開飯 看看有哪一間推介 但是我發覺有幾間都沒有在那個網頁出現 已經接賣了 不是的 我不知道是沒有人登記過 總之在那個網頁 都會依賴他 我找東西吃從來不會看那個網站 會不會是流的 有些 不知道 他強調是真的有人去吃過 試過才寫的 好啦 那我就見那個網頁有沒有 我就不知道吃哪間好 因為沒吃過 那我就看看名字 突然間給我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 他叫自己做咖啡店 喔 就是咖啡啦 對了 就是茶餐廳 港式茶餐廳 大排檔格局 就叫自己做咖啡店 所以我就說 這間叫聖記咖啡店 那你叫自己做咖啡店 咖啡應該有差不多 沒錯 那我就馬上來一杯 港式凍鴛鴦 OK啦 正常水準 都是凍鴛鴦 那為什麼你不受性 叫一杯凍鴦咖啡 吃真一點 因為我喜歡喝鴛鴦的咖啡 真麻煩 我貪心 我告訴你那裡賣咖啡 你一定要叫鴛鴦 鴛鴦裡面有沒有咖啡 也有 沒有那麼完整完美 我們一會兒去吃 就喝一杯凍咖啡 我為什麼要跟你去吃 沒事 你現在有木瓜 大木瓜 你八塊變少了 第一對 我想看看你還有什麼吃 好了 接著看餐牌 都是一般茶餐廳 茶檔 看著什麼公仔麵 三文治 多士 都是那些 很港式的東西 唯獨有兩樣 就是平時茶餐廳少見到 一個叫炒油麵 一個叫炒腸粉 我就叫炒腸粉吃 炒腸粉不錯 不錯 不過不失 挺香 我真的看著叔叔在後面炒 加點醬油 甜醬 反而我喜歡 我欣賞這些小檔 他煮的東西 真的有誠意 是 我真的看著他炒 好了 打算吃普通的東西 接著阿姐經過 她說怎麼樣 好不好吃 我們這裡的三文治 多士都不錯 你待會可以試一下 好吧 吃吃吃 突然間我看到阿姐 在後面捧了一碟東西出來 放在隔壁桌上 那碟東西這麼奇特 你的餐牌明明都是吃公仔麵 但無緣無故炒一碟 是不是員工餐來的 不是 真的是客人吃的 那我就多問阿姐 阿姐 你那碟是甚麼 那碟是午餐肉炒通心粉 炒通心粉 炒通心粉 是湯嗎 我真的第一次聽 炒公仔麵就多了 耳粉 有炒通心粉 我再看清楚這個餐牌 原來下面寫沒錯 是甚麼公仔麵 通心粉 米粉 但你是可以炒的 總之那間茶餐廳的茶檔 有些甚麼你都可以炒甚麼 人需要炒嗎 你喜歡你可以 你想到的東西 跟我想到的東西 炒底 專門炒你的底 你的底在哪裡 轉炒下去 炒底 好了 我炒通粉 可以怎樣炒 你看到的餐牌有些甚麼 就炒甚麼 親肉 親蛋 火腿蛋 腸蛋 其中有回鍋肉 和五香肉丁 很好味 五香肉丁 或者回鍋肉的醬汁 炒入通粉 通粉 中間是通心的 通心就在住那些醬汁 通粉當然是通心的 通心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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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煮那些醬汁 你放進口 那些醬汁就可以爆出來 真的很好味 我狗潛 自我掙扎 魔鬼和天使在打仗 究竟我要五香肉丁 還是回鍋肉 好呢 五香肉丁 還是回鍋肉 好呢 結果我就選了回鍋肉 因為那天我覺得這麼醬汁 應該要吃兩片醬汁 應該要吃兩片醬汁 難怕 回鍋肉就有兩片醬汁 所以就炒了 我很期待 哇 出來真的香噴噴 還要加些椰菜絲 加些辣椒絲 下去炒 真的不得了 很野味 剛才你說你那碟是通心粉 回鍋肉炒通心粉 其實你看到餐單 有什麼都可以炒 那當然要試一下通心粉 真的沒試過炒通心粉 對 炒通心粉我第一次聽 真的第一次聽 但是咬下去那個質感 是煙煙的 還是軟的 對 我昨天教過 對了 很Q 真的很Q 真的很Q 它不會太軟 不會太軟 不會太軟 也不會太硬 就剛剛好很Q 你兩個在做什麼 另外這間聖記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餐飯沒有價錢 我起初也有點驚驚驚驚 我問 你這個餐飯沒有價錢 你放心 我們這些東西很相宜 你那個回鍋肉炒通心粉 30元 那天我吃了 又吃炒香粉 又吃炒通心粉 又吃炒通心粉 30元 又再吃 又再喝杯咖啡 不包 不包東西 買單是50多元 因為我吃了兩樣東西 再加一杯茶 那也算划算 因為現在平均這些餐 都在說是 看看什麼區 平均都32元 你試試去那間所謂的高級茶餐廳 差不多一百元 一百元 要啊 要啊 說一說為什麼要去聖記 原因就是這個特別的炒通心粉 還有那些姐姐都很親切 加上已經是1940多年開的 在這裡嗎 本來是地鋪 然後開了熟食中心 應該是大排檔 以前是路邊大排檔 然後搬到熟食中心 1940多年歷史悠久 兼且有這麼特別的炒通心粉 大家去試試 但是為什麼不去聖記呢 原因一個很簡單 就是因為那裡沒有冷氣 夏天坐在那裡 都算是挺辛苦的 但是這些才有風味 今天星期日 大家想去試一下風味 就可以去一下 這個香港仔熟食中心的聖記 阿卡坐你的車去一會 一車去 好 一車去了 一車去了